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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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阿鴨 2023年新春福袋開箱 這次呢,我總共買了四種福袋 相比去年呢,我又花掉了更多我自己的薪水 但是相信這些衣服會填滿我未來半年的衣櫃了 我真的不會再買了,真的 我發誓未來半年,我真的不會再買衣服了 媽媽對不起 但是我福袋的價位呢,一樣是分為低中高 那低的呢,當然就是每次的標配 Gleru我一定是有買一箱 而且這次他們是12件,然後是7999元日幣的福袋 所以一件就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聽說我的福袋光這樣子就已經超過了7公斤以上 就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幾公斤 總是我的運費收了大概3000塊左右 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就來開箱吧 這次呢,第一個一樣是最便宜的Gleru 而且我在開箱之前先看了很多日本YouTuber開箱的影片 我發現大家的箱子都好漂亮 為什麼寄來台灣就變成這樣子了呢 它彷彿是一個流浪貓的家 我們現在開箱第一件吧 而且我剛剛算了一下 這一件平均是大概台幣150塊左右 首先第一個 這一件 唐巾 又是 跟去年一樣的尾巾 但是呢,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次的布有再更柔軟一點 這次我們也是一樣來試戴給大家看 究竟 我能不能看起來像是星圓結衣嗎 好 我們下一件 喔 我這件是一件皮褲欸 喔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我買的size是M號 它有SML三種那個尺寸可以選 然後這是M號的福袋裡面有褲子 長這樣子 不過這個褲子我覺得它沒有太大的彈性 所以就是吃比較飽的可能就是要斟酌一下這件褲子 看有沒有辦法平常這樣穿出門 但是它還蠻適合穿就是辣妹妝的時候 就是之後夏天的話 還蠻適合搭一些白色的短上衣之類的來做搭配 我們下一件 欸 這件感覺會是我喜歡的類型喔 喔 所以它前面才給了我這個皮褲 喔 原色這樣搭配喔 這樣子 喔 它這樣搭配起來還蠻好看的 而且這件的布料沒有到很厚 所以就是台灣的話穿應該是不會太熱 但是可能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有點刺刺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款式是我沒有的 而且我覺得很可愛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它還是紫色的 好 那我們下一件 欸 我覺得我這次的福袋開箱還蠻驚喜的 因為我在還沒有開箱我這一箱之前 我已經看了應該至少有四位到五位的日本Youtuber 開箱是同一箱 那我目前撞到的好像除了圍巾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撞到 所以代表它的品項應該真的是很豐富欸 哇 我塞不塞得進去啊 等一下 好 我們下一件 好 我們下一件 喔 這件感覺是大學梯喔 終於有一些吃太飽可以穿的衣服了 可喜可賀 我看一下這一件是 嗯 欸 它跟我身上都是另一模一樣的啊 同事欸 對吧 欸 喔 它有那個線 喔 那不太一樣 可是長得 長得很像 而且這件 太大件了吧 太過分了吧 這真的是M號的那個福袋應該會有的衣服嗎 這件已經是可以給我爸冬天的時候拿去穿的 喔 它真的非常的寬喔 你看我的肩膀大概只這麼這樣子左右 它就很胖是這樣 而且 如果它的 這裡沒有做像這樣的收的話 我還可以把它落肩 但因為它收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把它落肩 我就不知道這件的 齒齋有點意義不明 但是沒關係 反正我們等一下可以試穿一下 看一下它的散生效果怎麼樣 好 下一件 下一件就 喔 這件我好像有在他們的封面有看過 耶 欸 這件我原本有欸 這件原本我在Grader買了一件之後 結果前陣子我不是去韓國嗎 然後那件就被我的牛仔褲染色 然後就整件髒掉了 所以那件我就丟在飯店了 結果沒想到它居然又回來了 而且是一件全新的 好開心喔 然後 雖然說台灣的冬天好像很短 但是我很喜歡類似像這樣的針織衫 因為我覺得 底下搭配窄的 就像剛剛那件皮褲 然後或者是自己的西裝褲 牛仔褲我覺得都很好搭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像這樣子 很基本內搭的 好 下一件 下一件這個 喔這件就比較是沒看過的樣子了 它是長 喔 等一下 它已經比剛剛還要更短板欸 這已經是露 這不是露腰裝 這已經是露味的裝 這已經是露味裝 但是還蠻可愛的啊 很流行 我還蠻喜歡的 喔它是free size的 然後它的肩膀也是一樣做得非常非常的寬 我覺得這樣子的衣服 就是你下半身可能就是要搭 真的很高腰的褲子或是裙子 所以 我可能要思考一下這個東西我要怎麼搭 來來 喔 這件 喔這件好像是我之前一直要買 因為我沒買到的那個喔 就是之前有一陣子這件毛衣剛出的時候 我原本想要買 但後來我沒有跟上 後來好像缺貨還是什麼的 然後現在又回來了 我超喜歡這件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如果配那個 像是百折的白色長裙 或是斷面的那種長裙都很適合 因為它的粉 我覺得它實際的粉 比較像是鮭魚粉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讓人覺得 喔怎麼那麼亮啊 但它就是一個很低調 但是很有氣質的粉色 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它的優點也是和大肩 所以就 平常按你如果不小心懷孕了 就也看不出來 下一件 為什麼你拿到兩件 好 這一件的話 它早還不是冬天的衣服 真的偏多耶 喔 它應該是 就是搭配裡面那種斷面的長裙 然後外面就可以套一件像這樣子的外罩衫 這一件的針織稍微比較鬆一點 所以它的整體有點寬鬆的感覺 但是它的毛摸起來是還蠻舒服的感覺 不會扎手 這什麼東西啊 奇怪的都混進來 它的袖子的話也是就是比較可愛的那種會 超出我的手的範圍的那種袖子 還蠻喜歡的 我目前開到現在我都還蠻滿意的耶 就是沒有到真的很沒到 我好像不知道要怎麼穿的那種 這一件 哇 這一件是 這件有點重 它如果要平常傳出門的話 可能在台灣不需要再多加外套 因為它的重量還蠻夠的 所以它的垂墜感應該會還不錯 因為它的 譬如說你的肩膀這樣摔在這嗎 你的鎖骨跟你的就是 看起來很瘦弱的這種部分 就會比較 露得比較明顯 就是給那種 穿起來會比較小可愛的那種 女生這樣穿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 像這樣的設計底下 如果可以配一個 白色的白折裙的話 應該就會蠻好看的 再來下一件 嘖多 好無底洞 而且我到現在還沒看到外套 我好像 我好像猜到一件我最想要的東西了 前陣子 我逛了很多間 日本的那個 店啊什麼的 然後幾乎每一間都在出 像這樣的外套 然後那時候我還是想說 為什麼要不要買一件呢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福袋裡面 會不會有這件外套 我還想說可能 我會有幸運吧 我可能會拿到一件就是大衣之類的 我沒有想到我真的拿到欸 太誇張了 我上個月發票中了七百塊 然後我這一次福袋 居然還可以拿到我最想要的外套 我應該不會出什麼意外吧 對這一件就是我最愛的 兩件穿的 它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複雜 我直接穿好了 它是屬於兩面穿的 就是你可以背心跟這件分開穿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穿在一起 喔它是有帽子的 我看上的是沒帽子的 但是也蠻可愛的 就是會像這樣 它的背心自己穿起來的話 就是這樣子 就會像這樣子 有那種感覺 像這樣 就是比較可愛一點 但是不會到太熱 因為有些有時候台灣 只是想裝裝可愛 但是並沒有要穿這麼多的時候 就還蠻適合穿這一件的 對就是真的很可愛 而且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你把它藏在那個校服裡面 然後露這個帽子出來 也蠻可愛的 對 然後它的另一件外套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 那種 菱格文 就是日本很流行 像這樣子的那種 鋪棉的這樣子的外套 這個就還蠻適合 底下配什麼牛仔褲啊 一些比較日系的穿搭 對它穿起來 就是會像這樣子 怎麼會像棉被啊 總之它就是會像這樣 然後你穿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顯得很可愛 但是因為它的布料本身 還蠻薄的關係 你就不會又像穿羽絨衣一樣 看起來很 湧走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像這樣子 一件兩穿的外套 沒想到居然被我抽到了 謝謝グレル 接下來 最後一件 等一下 好像補妙喔 最後一件 我好像 有一件一模一樣的 而且我今天 好像有穿來 我看一下 喔喔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喔嚇死我了 這一件是短板的 但它的顏色跟我勸嚴 抽到我的大衣 其實顏色還蠻近的 我剛才瞬間有點同一件 結果沒有和短板 那外套的話 我這邊就直接先套了 給大家來看 我只是假的啊 好 就是這樣子 穿起來呢大概就是這樣子 こんな感じです 它的外套本身其實意外的還蠻輕的耶 因為我剛剛在拿起來的時候 覺得它有點厚重 因為它不是羊毛 它就是一個就是 不知道是什麼材質 所以它感覺比較 原本我以為穿起來會很厚重 結果實際這樣穿起來變不快 它也蠻輕的 而且像這樣子的布料通常 就是這邊會做的比較挺 然後就看起來會更有那種 幹練的感覺 那我這件很喜歡 好 以上就是我開完Grelu 十二件 總共7999日幣的福袋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因為我開完之後才發現 時間好像超過了有點多 所以我決定把另外三代放在下集 那大家敬請期待喔 掰掰 大家聊一片 我來晚安 談一下 一會兒